才出了副本 流年的蜜语频道就响得狂轰烂炸 他连忙打开一看 全部都是酸苹果发来的 还有些奇怪 这个时候酸苹果找自己做什么 不过想归想 他还是接通了 什么事 哇靠 你到底躲在哪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老娘在鲜血平原上 转了快两个小时了 给你发消息 从来都是忙因 你当我没事情做呀 酸苹果一听到流年接通了对话 立刻开始怒吼起来 刚刚地震过 鲜血旷野也不平坦 他可是在这里 颠簸了两个小时了 怎么可能还有好脾气呢 找我干嘛 给你送书呀 还能干嘛 现在盛光城因为地震一片废墟 我老公他们忙着工会的事情 只有我 勉为其难的来给你送书了 酸苹果哼了哼鼻子 流年则皱起了眉头 酸苹果来给自己送书 他打的什么主意 他转头看了看站在身边的公子幽 不免有一些担心 公子幽现在带着德飞来 是没有办法潜行的 如果他发现了公子幽 将会怎么样呢 酸苹果听到流年那边半天没有吭气 于是先自己说道 得了 别瞎想了 你想藏到那点事情 我都知道 虽然我有的时候 胡搅蛮缠 大的事情还是分得清楚的 你的坐标是多少呀 出了什么事情 叶茨发现流年 看着自己 微微皱起了眉毛 觉得可能 有什么事情发生 流年想了一会儿 然后决定告诉他 我让压沙龙 给你拿了一本阴眼术过来 不过现在 西部大陆发生了大地震 特别是圣光城 已经一片狼藉 他暂时过不来 就让他老婆给送过来了 你介意让他看见你吗 叶茨微微沉音 压沙龙既然能让自己老婆 送东西过来 想必这个人 一定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可是流年字里横间的意思 似乎又有另外一种 自己所不知道的担忧 酸叶茨对于这种担忧 无从探寻 不过他直觉能感受到 流年的这种担忧 是跟自己有直接关系的 他考虑了一会儿 我这几天都亏了 压沙龙的暗中帮助 我这个任务才能够做完 如果这个时候 再接受他的馈赠 有些过意不去了 我们工会的密银矿脉 已经发现了 流年看着叶茨忽然开口 叶茨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 恭喜 不过还在探寻之中 嗯 这个探寻有一段时间 你们多加看护吧 现在西部大陆遭受了地震 应该会出现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 虽然现在 东部大陆跟西部大陆 还是在敌对之中 但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流年点点头 所以 书就喊他送过来吧 叶茨有些不理解的杨梅 一个密银矿脉 跟这几天的花销 以及一本鹰眼术相比 算不了什么 况且 你也不能保证 你回东部大陆 就能报这本书 流年眯起了眼睛 望着叶茨 说得很是平静 怎么 你就不怕我提高技术 叶茨颇为好笑 流年现在这个样子 就好像是在推销一件 质留货色一样 听见叶茨的反问 流年忽然露出了一种 奇特的笑容 这种笑容 是属于一种 叫做强者的骄傲 一种叫做 强者的不可一世 他双手抱在了胸前 看着叶茨的表情 实在是神采飞扬 狂傲不羁 如果你一直不提高 我岂不是太无趣 叶茨的眉毛 扬得更高了 他的眸子里 闪过了一丝 好斗的身材 既然你那么有把握 那我要是还拒绝 倒好像是我心虚了 他的唇边带着 不可一世的骄傲 好吧 送过来吧 反正 比起那秘银矿卖来 你们创世纪送我什么 都不显得过分 听到叶茨 这么确认的回答之后 流年就将自己 和叶子的坐标 告诉了酸苹果 酸苹果将自己的坐标 和流年的坐标一对比 发现两人 其实隔得很近 最多一分钟的路程 就能到达 不知道为什么 一想到 可以见到公子幽 他的心里 竟然有些许的期待 那个被誉为 东部大陆最顶级的猎人 是什么人呢 他手里挥着的马鞭 抽在马身上 更加快乐 那 把我送给你如何 流年看着叶茨唇边的笑容 看着叶茨 毛里的光 心情大好 他忍不住 想调戏一下 面前这个女人 叶茨没有炸毛 更没有觉得尴尬 虽然他的内心里 已经长满了黑线 但是 经过跟流年 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多少了解了一点 这个男人的恶趣味 如果因为他的嘴巴坏 就生气的话 他只会变得 更加得意高兴 遇见这种情况 他只要淡定 淡定 再淡定就好了 你 除了会吃饭 会给我增加负担之外 还会做什么 叶茨眯着眼睛 望着流年说 我公子幽 从来不收 没有用处的家伙 对于叶茨的反驳 流年倒是显得 有几分意外 他没有想到 公子幽 尖牙利嘴的时候 也很有趣 他哈哈大笑起来 那爽朗的笑声 传了很远 小公子 我发现 你真的很有意思 孙苹果远远的 就看见两个人 他显得有些惊讶 因为流年 那大笑的声音 在他的记忆中 他从来没有听过 流年 如此放肆的笑声 他从来都是一副 瞬机的狐狸脸 眯着眼睛尖笑 是他最多的笑容 就算跟鸭沙龙 他们在一起 他也很少 会这样毫无顾忌的大笑 酸苹果有时 甚至觉得 流年天生 是缺少这种 大笑的细胞的 所以 当现在 卷晕地看见 他心无诚服的笑容的时候 酸苹果竟然有一种 真真假假的 虚幻感觉 而站在流年 对面的那个人 身材有些矮小 一身的红光 显得煞气颇重 他正双手插腰 挑着眉毛 眯着眼睛 瞪着流年 仿佛 对于流年现在的笑容 很是不满 那个人 就是公子幽吗 流年远远地 听到有马蹄声 转头看去 只见酸苹果 正骑着一匹黑色的骏马 朝着两个人飞奔而来 他冲着他挥挥手 示意他过来 然后扭头望着叶茨 满脸笑容说 小公子 我觉得你应该换一匹马了 你看看你那匹小短腿马 跑起来都要断气了 叶茨哼了哼鼻子 他对于刚才流年的话 多少有几分不好意思 哼 我是穷人 跟流年大神没有办法比 会有匹马骑就不错了 流年挑了挑眉毛 招出了一匹白色独角兽 然后从上面将缰绳取了下来 递给了叶茨 拿去 啊 叶茨对于流年这个决动 显得很是惊讶 他抬眼看了看那匹白色独角兽 实在是觉得漂亮 不过流年的话 还是让他立刻摇头 不要 怎么 看不上 流年望着叶茨脸上的表情 似笑飞笑 而这个时候 酸苹果已经跑到了两个人的身边 他利落地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不过 听到流年的话 他的下巴都要掉在地上了 流年居然要把那匹白色独角兽送人 不是吧 这是不是天下红鱼 母猪上寿了 这匹独角兽 可是流年的心头好 别说送人了 想找他骑一下 那都是不可能的 想当初 自己死皮赖脸的跟流年要求 让他带着自己 骑一下这匹独角兽 没有想到 流年居然以 他的独角兽不带女人的烂借口 一口回绝了 当然 白色童话也想起 不过 没好意思提出来 这么宝贝的东西 他今天 居然肯送人 酸苹果 望天 老头的高等坐骑之一 流年能弄到这批坐骑 显然也是花费了不少功夫 君子不夺人之美 更何况 我有老四 叶茨笑了笑 推开了流年 递过来的缰绳 流年低头 想了一会儿 好吧 我不勉强你 说吧 他望向了酸苹果 伸出了手 输给我 酸苹果这才会过神来 从包裹里拿出了那本 鹰眼术 交给了流年 然后开始打亮起面前这个 被誉为东大陆的 顶级玩家的 公子幽来 他的年纪 比自己想象的 要年轻得多 看起来 只有二十岁出头 不过 那双眼睛里 却藏着让人 无法忽视的精明 他也算不上漂亮 皮肤有些苍白 不过 整个五官凑到一起 竟然有一种霸气凌厉的美感 虽然 他平静如水地站在那里 但是 从他的身上 却有一种隐隐的气势 让人有一种 不憨而立的感觉 叶茨发现 酸苹果 在偷偷地打量自己 便大大方方地 看向了他 伸出了手 你好 我是公子幽 酸苹果 微微愚愣 他可没有想到 公子幽会主动 跟自己打招呼 毕竟身边 有一个臭屁 而且奸诈的流年大神 酸苹果已经认为 所有的大神 都是有些傲气的 却没有想到 公子幽 却有些许的不同 于是 他也伸出了手 轻轻地和公子幽 握了一下 露出了 甜甜的笑容 你好 我是酸苹果 流年却冷冷地看着 两个人握手的地方 然后面无表情地 狠狠地 用手中的技能书 打在酸苹果的手背上 啪的一声 脆响 宣誓着 流年根本就没有一点 铃香惜玉之情 哎呀 酸苹果被这猛地打了一下 立刻疼地 缩回了手 插看起 自己的手背来 叶茨也对于流年 这猛然的一下子 有些错愕 流年却笑着 对叶茨说 小公子 这就是压沙龙的老婆 还是不要太靠近的好 啊 叶茨对于流年的话 莫名其妙 听说白痴 是会传染的 流年 挑了挑眉毛 根本不管一边的酸苹果 跳起来怒骂流年的不厚道 叶茨望着两个人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多少有些羡慕 流年和压沙龙夫妻两个的相处模式 能这么说话的人 一定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关系很好的朋友啊 那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不由的 他开始想念起 在东部大陆 那些顶着天天 向上帽子的人 这么多天不见 不知道他们如何了 给 答应你的 阴眼术 流年伸出了手 一边推着酸苹果的脑袋 让他只能四肢乱甩 却打不中自己 一边好像 根本就没有酸苹果这个人一样 将阴眼术递给了叶茨 叶茨微笑着 看着两个人 也不再客气 接过了阴眼术 翻开就穴掉了 随后 他取出了一只鼓哨 放进了嘴里 使劲一吹 然后就听见 有一个地精的声音 传了出来 嘿嘿 精灵 我们又见面了 奥尔卢图斯的出现 然后叶茨退后了一步 将身后的德飞来 露了出来 正如想象的一样 奥尔卢图斯和德飞来 见面之后 两个人在经过了短暂的震撼之后 就开始抱头痛哭 上演了一出他相遇固知的感人画面 叶茨 叶茨站在流年的边上 静静地看着两个人叙旧 顺便等待着自己的奖励 而流年扭头 看着身边的叶茨 眸光里多了一些 琢磨不透的东西 他轻轻地笑 一路顺风 叶茨听到这句话 心间微微一颤 一路顺风 可不是吗 一路顺风 他就要离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叶茨竟然觉得 心里有了一丝怅然 他好像才刚刚来到西部大陆 可是一转眼就要离开了 他望着流年 望着那张桃花灿烂的好看面容 也勾了勾嘴角 潇洒地说 你也保证 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 阿瓦图斯和德菲莱的见面 也告一段落 德菲莱上前 向叶茨和流年行礼 并表示了自己的谢意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阿瓦图斯 则对着叶茨说 精灵 我们即将启程回去 如果你准备好了 就来告诉我 叶茨点点头 刚想就此离开 手臂却被人拉住了 叶茨回头看去 只见流年放开了他的手臂 望着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小公子 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叶茨一愣 望着流年那张 带着淡然笑意的脸 蛇根下面 生出些许陌生的苦涩 他弯着头想了想 然后说 祝你们顺利挖到秘银矿脉 也祝你们盛光城 快点恢复 更助你们西部大陆的一级防御系统 快点解除 叶茨说的这些 让酸苹果大为赞赏 他使劲地点点头 虽然是敌对大陆 但是公子幽倒是个实诚人 说的这些都太在点子上了 可是流年却有些不满的皱眉 他弯下了腰 将面孔靠近了叶茨 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 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流年的声音暖暖的 软软的 那平缓的呼吸 好像小虫子一样的 钻进了叶茨的耳朵里 让他不自觉地感觉到 耳朵有些麻酥酥的 可是流年的话 又让他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不好意思 尴尬 或者还有一点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其实 多少都有一些吧 叶茨的身体 站在那里不会动了 愣了足足几秒钟之后 他才猛地退后了一步 苍白的脸色上 也染上了几丝红韵 他扭过头 也不看流年就朝着奥瓦图斯走去 一边走 一边干巴巴地说 嗯 也祝你好好活着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好收割你的性命 流年却发现 叶茨的耳朵有些红了 他的心里面生出一些陌生的甜意 不过嘴巴却还是坏得很 他双手一瘫 叹了一口气 唉 哎呀 小公子 你原来明明说过 下次见面 是不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只说过不杀你 没有说过什么 动手动脚这种词 跟流年相处了几天 叶茨也多少了解了 流年说话的调调 如果被他话里面的意思误导 那只能让他 窝在一边高兴罢了 于是叶茨转过头 冷静地指出流年曲解的意思 好吧 你明明说过 不杀我的 流年则显得十分大方 似乎根本就不跟叶茨一般见识 对于叶茨说过的话 十分坦然地承认 就好像刚才那个 没脸没皮的人 是叶茨而不是他 叶茨冷笑 哼 那好吧 那就留你的性命 到再一次见面吧 叶茨这么说着的时候 已经踏上了奥瓦图斯的飞行器 唉 好吧 小公子 我期待着后会有期 流年 流年 叶茨叹了一口气 不过脸上 却没有忧愁的样子 还是一副 嬉皮笑脸的痞子样 他甚至朝着叶茨 丢出了一个飞吻 这动作 让叶茨忍不住 打了一个冷战 叶茨 差点从奥尔图斯的飞行器上摔下来 而叶茨也终于在这个飞吻之下爆炸了 流年 你这个死亡不蛋 什么后悔有期 我们最好后悔无期 我要是再见你 我不弄死你 我不叫公子哟 流年却哈哈地笑了起来 看着叶茨那张黑掉的脸 他一点也不在意 甚至摊开了双手 来吧 不要因为我是娇花 就联系我 这回 不光是公子哟的脸黑掉 就连酸苹果的脸都已经黑了 叶茨抓着奥尔图斯 红着脸 大声骂着流年 流年 你这个贱人贱人贱人 你是我见过的最贱的贱人 而流年 则不知道从哪拿出一块绸缎来 当做手帕朝着叶茨挥舞着 后悔有期啊 我会想念你的 叶茨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 根据他脸上的神色来看 应该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只不过 阿瓦图斯的飞行器 启动的时候声音太大 完全盖过了他的声音 就这样 他的身影最终消失在了流年和孙苹果的视野之中 你不太过呢 你不太过了анные而且 顺着这个大事 我会想念他 我就要你不太过来 你不太过来 我身份